嗨大家好,我是科幻迷布马,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科幻美剧《永不者》的第五集 这一集有两条故事线,一条是腹线,有人在地下挖出了巨型怪蛋,它像有生命一样淡淡发光 其实它就是我们上一集说的格兰提,女主预言姐一直在找它 它属于未来,里面有只长相吓人的怪兽,不过这一部分要等下一集揭晓 另一条主线则是疯子姐,它连杀了那么多无辜者,终于被警察抓住,被判处死刑 疯子姐的事要从头说起,她本来是个精神病人,后来天降外星飞船,少数人变成触碰者有了超能力 疯子姐的能力是越疼,站立越强,从此带一群手下,懒杀无辜,还在杀人现场留下自己的标语 不过呢,因为她杀人实在太多,也有些人想要栽赃给她 第一集警方就在地铁工地发现具奇怪的女士,现场墙上也有疯子姐的标语 可这个标语竟然有错别字,还是用猪血写的,不是人血 警官判断这是他人栽赃给疯子姐,但再也找不到更多的信息 因为死者的脸被老鼠砍光了,没法判断身份,这是一处大副秘 最近,疯子姐比以前更疯了,甚至跑到警局去威胁警官 他跳窗逃走,警官也跳窗跟上,眼看追到一处拐角呢,他却突然杀了个回马枪 警官奋力击败他,把他交送给法庭审判 那这里让人觉得奇怪的是,疯子姐怎么又这么弱了呢? 其实,这也是伏地 法官进行简短审判,宣布他犯下伤害,猥亵 累计杀害了15条人民,恶怪满营,要在广场被当众交死 只有这样才能平息愤怒和恐惧 有位神秘女记者把这一新闻传遍全程引来一片热议 争议的重点不是疯子姐该不该死,而是该不该被交死失众 因为从1868年起,英国就认为当众处刑是野蛮行为,立发废除了 当局之所以用这种违法的酷刑,似乎不止因为疯子姐作恶多端 还因为她是一个触碰者 这并不是过度解读 当今时代,普通人对触碰者的敌意不变严重 甚至还有专门排斥他们的组织 官方践踏法律,也要当众交死疯子姐 很可能是想象触碰者立威 很多触碰者都是这么想的 当然,也有些人吃吃瓜心态 他们好奇,既然疼痛会给疯子姐力量 那她还能被处决吗? 其实,只有疼痛能给她力量 但伤害和死亡对她仍是公平的 目前主角阵营分裂成两派 一派是发明媚 她觉得官员在滥用暴行 未来会越演越烈 绞死越来越多触碰者 所以必须从源头置之 也就是揭发场 另一派是女主义预言姐 她觉得疯子姐本来就是杀人犯 我们要是救她,会被当成她的队友 那样整个团队都成了人民公敌 还不如让她去死 刚好前阵预言姐得知 在城市殿下藏着一种神秘的东西 叫格兰提 她似乎有神秘力量 能改变现状 她认为当务之急 是去找格兰提 她和发明媚没法互相说服 只好各站一头 让其他队友站队 吃瓜等还是选择原地吃瓜 而其他人各站一边 人数大致相等 预言姐的故事要下一集揭晓 这一集我们先专注于发明媚这一边 转眼到了星星这天 市民们早盼疯自己死了 他们云集广场门外 广场只能容纳几百人 但是却来了几千人 警方早有预料 准备见几百人 就直接关正门 时间渐渐临近 贵族们也来到现场 为首的是梅森勋爵 他是这场处决的策划者 也明知此举可能会激怒触碰者 但他非办不可 这是他的一波大起 他认为英国要想从混乱中走出 必须先陷入混乱 这次处行就是一场适当的混乱 他特意跟一位乞丐王合作 让他手下过着生烟点火 营造点混乱的气氛 当然他为彻底的掌控局势 也在刑场的楼上安排了几位狙击手 行星开始 民众兴奋又愤怒 瞬间涌入广场 其中包括一位撒谎叔 他已是触碰着 能力是撒什么谎 别人都信 他说自己是守卫叔叔 守卫就把他迎进帐篷 让他休息 这个时候 发明媚一伙也开始截发场 他队里有一位截兵媚 能把其他物质截成兵 他把广场后门动成兵 大家破门而入 溜到广场附近 刚才那个被骗的守卫 还在站岗 轻塑姐呢就去吸引他的注意力 这个轻塑姐的能力非常好玩 是让人不由自主的跟自己轻塑 可怜的守卫 便忍不住哭诉起童年惨事 发明媚趁机溜见人群 而另外一个队友 圆盘帝也解决狙击手 占据了高台 人群忽然爆发一阵虚声 原来疯子姐被压界上台了 人们叫嚣 欢呼 咒骂 恨不得让他死一万次 之前的神秘女记者也在现场 不过他和人群显得格格不如 柜子手给疯子姐套上绳索 眼看就要拉下绞性杠杆 发明媚不能再等 把手里雨伞发射上天 这是她的新发明 像烟花一样酷炫 吸引了所有人注意 圆盘帝趁机发射出圆盘 让另一个队友踩着冲向疯子姐 守卫发现开枪 而圆盘帝一躲 发歪了圆盘 让队友意外坠地 就在这情境愈发之际 疯子姐竟然 自己处决了自己 所有人都目瞪口呆 半天说不出话 看来封自己一心想死 而且想死在所有人面前 但为什么呢 发明媚正在疑惑 发现人群把扶的栏杆 全是金属的 它们底下莫名连着电线 而电线一直延伸到帐篷里面 难道暗藏着什么阴谋吗 她想阻止 可谎言书按下一个开关 电力就从帐篷 传到金属栏栏上 把前排观众全都垫死 那个时代的人 科学常识还很弱 有人想救他们 结果自己也出电了 剩下的人惊慌逃跑 可广场正门 早被观言了 他们只能眉头苍蝇一样乱转 结兵卫刚好在后门 她把整扇大铁门 变成冰墙 公然逃命 但人权丝毫不感谢 还野蛮的把她挤到冰墙上 又硬生生的挤破了冰墙 她被挤伤刺伤 摔伤又惨伤 命悬一线 还好女记者把她救了出来 这个时候 乞丐王正按照约定 派人在大街上 生烟点火 制造一点混乱的气氛 不过 她看着满街逃窜的市民 自己都有点愣了 我生的这点小伙 真的有那么吓人吗 广场里逃光了人 只陈列无数平民尸体 警官庆典现场 生起疯子姐尸体 无意间弄掉了靴子 让她露出一双断脚 她顿感不妙 因为她调查过疯子姐的团队 知道她有个叫断脚妹的手下 她才是没有脚的 所以死的其实不是疯子姐 而是断脚妹 其实真是这样的 我们还不知道断脚妹有什么能力 但她跟疯子姐一样疯 哪怕死也在所不惜 疯子姐故意让她假扮成自己 自己先去警局新警官 到了拐角呢 再让她来顶替 被警官抓走处决 谎言说也是疯子姐的另一个手下 她趁着对方被处决的机会 偷偷在帐篷里面搭进电路 把观众都电死 当然这些都不是疯子姐的最终目的 目测她应该想借自己的死 和无辜观众的遇害 挑起普通人和触碰者的冲突 至于疯子姐的本体哪去了呢 其实之前那个无处不在的女记者 就是她 可能第一集被杀毁容的神秘女士 就是女记者的本体 杀她的人大概率还是疯子姐 目的就是方便自己假扮成她 现在疯子姐特意为这场冲突 写了篇煽动性报道 想把观众都煽动成暴谜 街头一片混乱 惊慌的民众 趁火打劫的人 仇视触碰者的人 人人都在暴走 她忍不住卸下伪装 疯狂大笑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关注科威fans 咱们下期再见 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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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心